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就是开平赤水镇 龙安里 这个牌坊 龙安里大道 这条村就叫做龙安里 这里是村口 外面是一些田 这里又是公德碑 村口 看到捐款方名 姓张的 很多都是姓张的 这条村应该是姓张的 看一条村 这条村挺漂亮的 看这条路 水泥路 两边 就种了一些树 还很小棵 那边村口 有个大荣树 一进来 看得到 这座 是否刁楼呢 很新的 有些像刁楼那些 但是 现在看来不像刁楼 这条村 好像刁楼 进来 环境也很漂亮 这条村 这里 有一个篮球场 弄了一些彩棋 这样 弄了彩棋 进来 很舒服 这条村 这条村口 又是有几棵大荣树 这条村 这条村有一个水泥 这些活动设施 这样也有齐了 这条村 看来就 有些像村位那些 这里 这间村又写着是 龙安里 旁边这个牌子写着 雅下村 老人家 这些做什么呢 这一座 很高 1 2 3 4 层 有些像刁楼的感觉 这样看来就 新的 是不是新刁楼呢 很新 那些门 那些窗 那些都是新的 这些人 看来就看来就看了 可以看了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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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这些人 这些人 公德碑 是捐款方名的 全部都是姓漿的 這裡施工 這條村子的設施很新 看看這些湖南 不鏽鋼湖南 這些都很新的 應該差不多了 可能還有一些首尾 這條村子很寬鬆 很寬鬆的一條村子 路人家 一個人在屋門口坐在這裡 黑毛 她不懂拍攝 拍攝你們的村子 畫得很漂亮 這條村子 這裡有一個門牌 我寫著龍安村第一行三號 有些狗在這裡 狗咬不咬人嗎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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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了水泥 這些行業 是否新鋪的 水泥 看上去就 十間八間屋 很乾淨 很整齊 這條村子 沒有什麼雜物 這樣看上去 好像沒有什麼人 這些舊屋 這樣的舊屋 又是 荒廢了 生了樹 這條村子 說那個 挖掘機 正在開過來 有點吵 進去這條巷 看看 龍安村 第二巷 二號 這條村子 三塊樹 這條村子 有很多舊屋 大小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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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住在這裏,是嗎? 你還住在這裏嗎? 很漂亮,現在這條村做得很漂亮,看見了沒多久了 看見這裏有些爐,是在煮東西的 這條村中間的一條巷,比較窄,很直,看見那邊 這些是舊屋 這條村子,看見這條村子 改造了沒多久的村 鎮興鄉村 政府撥錢去整 這些行業也是很值的 這些村是整整齊齊的村 像個井字那樣的村 每一條行都鋪了水泥 這些樹是在這些屋上生出來的 村都是這樣,沒什麼人 這些就是幾十年的爐 那些風格 這樣看就 這間屋有人住 這間屋有燈光 現在傍晚時分 就快天黑 叔 看下去這條村都幾大的一條村 這個水泥 這個布頭 那些不秀江湖南 這樣看就很新 又是立立令 做了沒多久 可以看到 這邊又有個水泥 這條村都兩個水泥 這些古老舊屋 有很多狗 有很多狗 這條村 有很多狗 有很多狗 這條村 是攔住的 這間屋很新 好像是最新的這間屋 是爐 那麵 這條村上寫著的 是聖爐 這條村是聖爐 這些是古建築的 這個門口也是石的 門框上有雕花、青磚 這間屋很漂亮 後面是空地 那邊是一間貼樓 這間屋都爛了 雅面也塌了 只剩下一個框 這些是舊屋 很漂亮 長期沒有人住 已經變成封閉 就會是這樣 現在走到這邊 就是這間屋 最後這間屋 這間屋都爛了 其實這間屋都爛了 其實這間屋都爛了 很漂亮 可惜沒有人理會 就變成這樣 下面都是石 裡面堆滿雜物 全都通了 可惜這間屋都爛了 我進去那個烏 那麼看�物會蒙 這樣看來看便是 另一條濃厚 旁邊的這條村是高的 這裡是雅上村 這是龍昌里 另外一條村 這條村比較小 剛才那邊是龍安里 這邊是龍昌里 又叫雅上村 這條村是水塘 那部歐基 這條村施工 這裏又是公德碑 領謝 這條村也是姓張 又是姓張的一條村 這間是很新的一間屋 這條村最新的一間屋 從這裏看上去 這條村不是很大的 比較小一點 這條村是舊屋 這條村好像更少人 你明白嗎 你看看那些路 這些就是以前的路 裡面就是生了草 都沒有人走 這些就是水渠 去水渠 去水渠 這條村是湖南 這些是比較舊的湖南 這條村 這條村很漂亮 整條村 這條村 來現一望 就是這間屋 最新的這間屋 這條村 都不小的 這些巷看上去 裡面有很多屋 只不過是比較短 這條村 到這邊就是村尾了 這些又是一些古老舊屋 這條村尾了 紅色這間屋 上面就是富慧堂 對面有些屋 不知道是不是這條村的 這裡有一條路 這個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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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施工 等會就 抽乾了 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水渠 那些水渠 現在那些村都沒什麼人了 都是這樣了 差不多了 那些村 有些村 就做得漂亮些 但都是沒甚麼人 有的都是老人 水深危險 禁止游泳 即是說這個水塘如果是灌滿水的話 都很深 現在應該是抽乾了 外面在輸工 這裡是兩條村 原來牌坊進來的 一條是龍安梨 一條是龍昌梨 這條是龍昌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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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昌梨會比較漂亮 因為這條是龍昌梨 剛好整完 就是剛好改造好的一條村 看上去就比較漂亮了 這條村就是 你看看外面的環境 四周 有些衣服 這些衣服不太高 很安靜 這些地方 其實是很安靜 如果不是那部滑滑機的話 基本上沒有什麼聲音 我會拍攝 這個地方 我會拍攝 你們這條村 多漂亮 外面的座位是新建的 是,原來是,很流淚 那是雕樓來的? 爛了 爛了,即是重新建過 原先都是雕樓來的 我以為是新建的 原來都有的 原來是三層,現在是四層 現在四層,即是改建了差不多 後面,好像後面那一間 那裏是有一間 那路邊那一間一門一營 原來是這樣的 哦,藝貨 現在做得很漂亮,這條線 你從哪裏來的? 我從廣州 廣州上來了 廣州上來了 哦 外面那裏就是你 外面外面那裏 是呀,那裏白色那裏 是呀,是呀 廣州牌 是呀,是呀 好,謝謝你 很漂亮 現在這邊 有些村民才知道 原來這裏是雕樓 原來都有的 現在是改造的 也叫做是 看不出原來的風格 看上去就像新起那裏 嘩,一隻狗又走過來 我們看看他還有什麼 我一停下來 在這裏呢 他又不走的 我慢慢走 其實他在這裏試探我 看我做什麼 我慢慢走 他在後面 其實就是 他在後面 其實就是 兩隻狗 我不管他 不動的話 他就 慢慢走開 狗都很精 一前一後 兩邊 一邊 那一隻就走到那邊 還有一隻 我現在走開 他就不跟著你了 現在回到這個村口 這間是吊樓 原來也是一個吊樓 現在改建了 我以為他新起的 其實就不是 改建成這樣 有沒有必要呢 這裏呢 沒有寫什麼什麼樓 沒有 聽過那些村民說 原來是三層 現在 改建了之後幾層呢 一、二、三、四層 我覺得已經是 補了以前的風格 就已經改建了 看看這條 龍安村 這樣看下去 都很漂亮 環境 這個水塘 這個水塘 就像水滿水 這裏就是村口 有幾棵大融樹 又是很貿密的 被人偷糧 環境很漂亮 這裏就是排荒了 今天這個龍安村 就拍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